在陕西历史博物馆一个名为国宝厅的展厅中,有一具特殊的兵马俑,这具兵马俑身体姿态成桂姿,双臂放于身体右侧,一手握拳一手张开,专家根据它的姿势,经过考据认为这具兵马俑的姿态为射箭式,因此它被命名为桂舍俑,除了躯体姿态特殊外,这具兵马俑还有一个特殊的地方,这便是它的面部呈现绿色,这在所有被发现的兵马俑中是唯一的一例,因此它亦非凡。 而对于为何这具兵马俑的面部为绿色,至今尚无一个完全令人信服的解释。 揭开历史的阴影,这里是胜历史,欢迎订阅观看。 绿面俑自从被发现的那一天起,就一直备受关注,各路专家都对它进行了研究和推测,来寻求它的面目呈现绿色的原因。 除此之外,不少前来参观的游客以及社会各界学者都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,绿面俑的发现, 比其他兵马俑要晚一些,众所周知,兵马俑是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被发现的。 但这具绿面俑是在1999年的9月10日,才被专家在2号坑中发现。 据专家回忆,绿面俑刚刚出土时,头部与身体已经分离,彩绘表面与淤泥粘接很紧。 工作人员最终通过整体打包的方式,将这具兵马俑带回了实验室进行后续的工作。 经过谨慎入微的处理后,这具兵马俑的真实面目呈现在专家眼前。 它的面部与颈部为粉绿色,双耳为淡绿色,头发和发际为褶实色,发带为珠红色,眉毛和胡须为黑色。 特别是面部的彩绘尤为完整,白色的眼白,黑色的瞳孔,双目炯炯有神,但最吸引在场众人目光的还是它面部的绿色彩绘,因为在之前发现的所有兵马俑中。 面目的颜色均为淡粉色,唯独这一具兵马俑的面部呈现淡绿色,其次便是这具兵马俑的姿态也比较特殊,为不多见的贵舍姿态。 因此它的出土迅速引起了文物专家的注目和争论,专家们讨论的关键点,便是为何这具兵马俑的面部颜色与众不同。 但经过为期数日的研究讨论,也没能得出一个结论,甚至有人猜测,这可能是当初制造它的工匠留下的恶作剧,在此后的数年里围绕这具绿莲俑的争议从未停止过,而鉴于它的特殊意义,国家文物部门也对它尤为重视。 起初它被收入了兵马俑博物馆珍藏,在此期间曾有过短暂的向外展出,此后,绿莲俑还曾前往台湾展出,期间引起了台湾考古学界的震动和热议,除此之外,便再也没有向外展出过。 2008年12月,陕西历史博物馆经过为期8个月的改造后,即将向公众开放,绿莲俑在博物馆开放之前,被从兵马俑博物馆转运到达陕西历史博物馆。 这也是绿莲俑第三次向公众展出,根据时任陕西历史博物馆馆长程建正介绍说,绿莲俑为国家重点文物一般不会进行公开展出,我们每年都会有兵马俑前往外国展出, 但迄今为止,这具绿莲俑只去过台湾,博物馆开放后,绿莲俑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,自然也少不了为何它的面部为绿色这样的疑问。 即使当时这具兵马俑已经出土近十年,但这个问题的答案依旧没有找到,绿莲俑向公众展出后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热议,不少学者和兵马俑爱好者都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。 其中步伐比较重肯的见解,有一位学者认为,绿莲俑在当时对应的士兵应该为军队中的挪、挪、人,这个职业是负责进行祭祀活动,以及军队中发生瘟疫等疾病时进行仪式躯翼竹邪,在进行仪式时负责挪理的人员会在身体各部位涂上色彩,特别是面部,据记载早在夏商时代便有挪理的存在,并出现了专门负责挪理的职业和官职,挪理后来也分为不同的等级, 比如国挪、天子挪等等,其次,自周代起,挪理的主要任务除了屈翼竹邪外。 还有未死去的帝王宋藏,挪理的主角被称为方向士,他们都是身强力壮的军队中人,所以周代挪理的礼仪便是军人战胜协议到了秦代,这种习俗也被保留了下来。 再者,秦文化与楚文化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,而众乌是楚文化的一大特色,所以这位学者根据以上资料,认为绿面勇对应的士兵就是负责驱翼竹邪的挪人。 这种说法也得到了较多人的认可,但也有专家认为绿面勇对应的并不是挪人,而是那些在脸上涂满色彩的普通士兵。 根据这位专家的说法,在战国时期,有些国家的军队会在打仗时将士兵的面部涂上不同的色彩,以此来达到恐吓敌人的效果,除了士兵外,马匹,牛角上也会涂上不同的色彩。 所以这位专家认为,绿面勇对应的就是这些面部涂了颜色的士兵,但这样的推测存在一个不合理的地方,那便是如果真如这位专家所说,那么这样的绿面勇不可能只有一句,而应该是至少以一个方阵的形式出现,毕竟你不可能在打仗时只给一位士兵的脸上涂上颜色吧。 必定是大规模的一个队伍,这样才能达到恐吓敌人的效果,只凭一位面部涂色的士兵如何能起到恐吓效果,而以秦始皇的作风,他修建兵马俑的目的,就是为了让这些兵俑在下届也能为他征战,如果将绿面俑带到墓里,那必然会是一个方阵,而不会是单单一个。 此外,还有几位专家认为,可能是制造这具兵马俑的工匠是色盲,分不清颜色导致调色时出现了错误,这样的说法虽然看似合理,但是这无法解释为何这具兵马俑只有面部是绿色的,而手部等部位依旧是淡粉色,况且这位工匠不可能仅仅制作一具兵马俑吧,而绿面俑却只有一具,如果这位工匠确实制造了一批绿面俑,而在后面的工序中被督造人员发现, 将其他绿面俑剔除,由于疏忽遗漏了一句,这倒是有可能的,不过这不能解释为何这具兵马俑只有面部是绿色,因为即便是这位工匠只是分不清绿色和粉色,那为何给面部涂上绿色,而手部依旧是粉色,除非一具兵马俑是由不同的工匠进行上色,还有一些参观的游客也对此提出了自己的想法,不少游客认为,古代人很注重祈福之类的活动和仪式, 而作为一名士兵,在战场上最在乎的无非就是平安二字,所以在脸上涂上绿色,可能是一种寻求护佑的方式,而每一位士兵祈福和寻求护佑的方式都不尽相同,只有这一位士兵是通过将面部涂成绿色的方式来祈福,虽然有人认同这种说法,但历史文献并没有这一方面的记载, 无法判断真伪,所以这也只是一种猜测而已,之前提到挪人的说法比较令人信服,还有另外一种比较重肯的说法,极虑面勇代表的是少数民族,在我们现代的戏剧中,会通过演员的面部脸谱颜色来区分该人物的身份和性格特征,比如白色脸代表奸诈,红色脸代表忠勇,黑色代表正直等等, 而在一些戏剧中,绿色有着代表外翻之意,提出这种说法的人认为,秦国立国初期地处隆东地区,即今天的甘肃天水一带,这里是一个多民族的地区,而且从历史文献来看,秦国的民族构成较多,如古代的八族、枪族等,最重要的是,秦国的军队广泛吸收了不同民族的战术,所以这位人士认为,绿面勇代表的就是秦国军队中的少数民族成员, 虽然各种说法都有一定的根据,但始终没有一个彻底令人信服的答案,包括众多的专家在内,经过多年的研究和对历史文献的探寻,也没能给出一个完美的解释,不过还是有人别出心裁,想到了一种脑洞大开的可能,这种猜测便是绿面勇对应的,是类似现代军队中野战部队之类的士兵。 我们都知道,在现代军队中会有面部涂上迷彩的野战部队,这样做是为了在丛林中更好地隐蔽自己,而在古代打仗时说不定也会有丛林战,而这些士兵就会将面部涂成绿色,以此来隐蔽身形,也就是说,这种绿色就类似今天的迷彩服, 但是为何单单将面部涂成绿色,手臂等其他部位也涂成绿色,不是能更好的隐蔽吗? 所以,这种脑洞大开的说法就不用太过认真对待了,绿面勇出土距今已经二十余年,它的出现既丰富了我们对于兵马勇的认知,但也为我们带来了一个谜团,而在这么长的时间里,这个谜团却始终没有解开,这也为绿面勇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,虽然绿面勇的谜题一直没有解开, 但我们要知道,秦始皇陵并未被完全发掘,还有许多未知的地方等待着我们去发现,说不定绿面勇谜团的线索就深埋在地灵内的某个未知之地,秦始皇兵马勇始建于公元前246年,历时近40年才完工,据考古学家估计,兵马勇的数量超过8000个,其中包括战士,战马,战车等,这些兵马勇按照军队的编制和战斗阵型排列,形态各异,栩栩如生, 每个兵马勇都有独特的面部特征和服饰,反映了当时秦军的装备和战术,兵马勇的制作工艺非常精湛,每个兵马勇都是由熟练的工匠用陶土制成,然后经过烧制,上色,雕刻等多道工序完成,兵马勇的面部特征,发型,胡须等都经过精细刻画,展现了古代艺术家的高超技艺,此外,兵马勇的战车, 马匹等也都是按照实际比例制作,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,除了兵马勇本身的精美外,还有一些有趣的细节值得关注,例如,有的兵马勇手持弓箭,有的手持刀剑,说明当时的秦军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火器装备,此外,有的兵马勇手中还拿着铜钱, 这可能意味着秦朝时期的货币制度已经相当成熟,秦始皇兵马勇不仅是中国古代艺术的瑰宝,也是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,1974年,秦始皇兵马勇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,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,如今,每年都有数以百万计的游客从世界各地来到西安,参观这一神秘的地下军队,感受千年前的历史氛围。